好漂亮 这是猪腰 这两只是黄沙腰 这两只 这只是深色一点 颜色不一样 这个爽很多 好新鲜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 猪腰拌秋葵 今天到超市看到两只黄沙腰 很漂亮 上一次拍猪腰片到现在 很久没吃了 又做两只吃一下 看到这些秋葵挺漂亮 先剪开 清洗一下秋葵 流动水 先洗一下 要看有没有这只老的 要看有没有这只老的 要是这只老的 太老不好吃 放点水 有少少淑打 放点少淑打 讲时间你可以不浸 就这样洗就可以了 擦一下 洗完之后很爽 好 洗一下 洗一下 再裹一锅水 好 切一锅 不要切太入 切穿了 它那些 滑滑的东西会流出来 就这样切 切完之后 最好刨一刨它 刨一刨 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 它很漂亮 不用管了 一会再沖沖水就可以了 很漂亮 这些就是姜丝 红椒丝 和葱丝 你又这么幼 切到这么幼 然后用水洗干净 洗到青梅籽 避免水 好 现在来处理一下猪腰 先清洗一下它 切开一瓣 这些是深色的 圈走它 自己回来不懂拣 叫它帮忙 好 调一调 好 圈了它出来 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 好 烫到这个位置 烫到它差不多到边位的时候 我们把它拌回到这边 好 OK了 搞定了 好 先清洗一下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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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量的水 用一茶匙的盐 生粉 油 好 好 炸均匀 好 清洗一下它 好 清洗一下它 好 好 清洗一下它 好 清洗一下它 好 好 好 切开它 厚薄 最好均匀一点 斜刀切 斜刀切 简单一点 斜刀切 它有厚度 大片一点 不要太厚 厚薄 適中的 不要太厚也没有太薄 太薄也没有太厚感 太薄也没有太厚感 切开之后 切起来 切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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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鲜 盐 生粉 入鱁 又重复第一次 切开 放水 切开 切开 用流动水浓干爽吸光水分 倒入盆子 盐 糖 生抽 鱼露 胡椒粉 生粉 油 拌匀 拌匀 搅拌匀 鱼露 盐 糖 油 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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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放進去 好美 我們可以倒進去 浸一浸 這樣就可以了 你喜歡吃生的就這樣放進去就行了 我喜歡要是潑油下去 我懶得潑 簡單一點 淋點豉油上去 你可以煮甜豉油的 賣入 薑絲 混合後也很好吃 很爽脆 很棒 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裡 有興趣的朋友不妨去試一下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順便點個讚 多謝大家 拜拜